国际强力谴责中共活摘器官 星期三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洲经济社会委员会总部 举行了专题研讨会 主办单位强调 强摘器官是无耻行径 希望欧盟领导人能够在习近平访问布鲁塞尔期间提出这个问题 活摘器官违背人性价值 这些触目惊心的关键词 再一次在欧盟机构的主席台上回响 正如这次会议主办方的主席在视频讲话中所说 来自三个大洲的国际组织的代表 坐在欧洲经济社会委员会的会议室 通过这个欧盟宪章规定的代表公民社会的机构 将他们的呼声扩散到国际社会 去年底欧洲议会通过决议谴责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的暴行 正式将活摘器官这一指控摆到欧盟各大机构最高领导人的办公桌上 欧洲议会决议的主要发起人之一 克兰先生也位列席间 这位来自东欧 经历过前苏共统治的资深议员 对自由民主的价值格外珍惜 这个会议也因为习近平将在三月底访问欧洲 显得意义非凡 如今已经鲜少有人质疑活摘器官是否存在 因此如何制止暴行 才是真正关心中国公民权的国际人士关注的焦点 新台人记者卢科 李悦 比利时布鲁萨尔报道